我第一次認識林康正 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就是在一個酒家裡 我第一次見到你 我就猜到你是甚麼人 例如林康正 他有些東西很有趣 例如有所謂的大人 他絕對是不說話的 這是他自己的修為 或者是家人家教 或者是家人家教 盡量不要跟長輩在那裡多爹 是很少有的 後來我明白 早兩天我跟他媽媽聊天 我就明白為何會這樣 我要恭喜他媽媽教得兒子 得懂我們大人喜歡 我老婆也很喜歡林康正 早兩天我跟他媽媽聊天 我就明白為何會這樣 我要恭喜他媽媽教得兒子 得懂我們大人喜歡 我老婆也很喜歡林康正